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篮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胡人的日子不太顺 在和爵士的比赛中 农妹受伤 至少缺阵四周 这让原本就破烂不堪的胡人变得雪上加霜 先把摸合问题放在一边 现在球队能不能拿到附加赛资格 都是为之数 在一档播客节目中 名嘴帕金斯怒斥佩琳卡 他才是胡人的罪魁祸首 没有做好本职工作 让球员们决定他们的阵容 在交易截止日前没有任何操作 然后宣称着眼于买断市场 所有杂货不都关门了 你想买啥 胡人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在买断市场有所斩获 老詹正在开心参加克里夫人的招待晚宴 但是实话之说 过去一段时间 胡人收获的都是坏消息 此前美媒FW 列出胡人买断市场上的五大目标 包括德拉基奇 加里哈里斯 施罗德 本布里 特里斯坦汤普森 这五大目标 看起来都不属于胡人 马茨宣布买断德拉基奇后 勇士和快船都表达了浓厚兴趣 按照现在这几支球队的需求和球队状态 胡人比不上勇士和快船 勇士有联盟第二的战绩 团队氛围最佳 快船缺少主控手 德拉基奇来至极用 而胡人这里 即便德拉基奇到来 他也在微少老瞻之后 而且胡人的第二阵容已经习惯搭配门客和塔克 德拉基奇适应也需要时间 对于德拉基奇自己来说 勇士和快船都是不错的选择 而火箭无意买断施罗德 本部里已经签约熊鹿 汤普森已经签约公牛 那胡人还有球员可选吗 确实还有 但是选项不多了 用洛杉矶专栏记者李德的话说 胡人现在只能等着对手主动放人 第一大选项就是米尔萨普 米尔萨普成为交易筹码之一 被拦网送到76人 而且在76人已经打上比赛 但是76人恐怕很难有米尔萨普的位置 如果76人想在买断市场 继续填补球队封线实力不足的短板 或许米尔萨普会被买断 在这种情况下 胡人应该考虑签下米尔萨普 他可以打小球5号位 可以和阿里扎竞争策翼轮转 当然 米尔萨普现在已经不是巅峰级别的球员 他对于的胡人帮助可能非常有限 第二个选项 老鹰的吉昂 吉昂在被交易到老鹰后 得到的上场时间非常有限 安德亚特兰大随对记者的说法 如果现在买断市场出现适合老鹰的球员 吉昂将成为牺牲品 吉昂他作为一名内线球员 本赛季三分球命中率超过40% 过去两个赛季三分球命中率为42.7% 有一定的投射能力 而且他互况效率也不错 可以和微少一击老瞻的小哥阵容一起打球 取代阿里扎 但是吉昂有两个明显缺陷 对抗能力欠缺 而且速度偏慢 能不能适应胡人还是未知 第三个选项 雷霆的费沃斯 实际上胡人一直有意得到费沃斯 费沃斯下赛季还有1010万美元的合同 他为了之后职业生涯 有可能同意买断 加入到一支具备竞争力的球队 谋求更重要的角色 胡人一定是最佳选择之一 他和戴维斯类似 都能达四五号位 虽然没有三分投射能力 但是中距离效率不错 此外他的挡拆效率非常高 篮下对抗也是他的强项 如果雷霆和费沃斯分导扬镳 相比于米尔斯和吉昂 费沃斯应该是更适合的人选 他可以去扮演替代戴维斯的角色 对于如今这支胡人来说 首先有一点可以肯定 指望买断市场的球员力求完成触底反弹 那是非常荒闷的设想 胡人只能通过简陋的方式 稍微弥补一下短板 而今年夏天 胡人有机会去重新打造阵容 包括拉文 比尔 爱顿 布里奇斯 伯蒂斯 等人都将进入自由市场 未少的到期合同也好处理一些 包括最近两个赛季频繁受伤不堪大用的戴维斯 胡人是否还指望他扮演未来舰队核心角色 这一切都是未知 而现在 胡人就在等待76人 老鹰 雷霆这些球队主动放人 而勇士这边 最新以人目标辅出水面 不是布朗 也不是洛佩兹 那么是谁呢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就是德拉基奇 近日 根据记者Mark Stein报道 多位消息人士透露 勇士是多志在买断球员市场上 追求哥兰德拉基奇的球队之一 此前 德拉基奇被猛龙交易至马斯 随后达成合图买断 而外的消息说 熊鹿 公牛 快船 篮网 胡人等球队在追逐德拉基奇 同时十分看好熊鹿 但是 Stein的消息则是直接认为 勇士是得到德拉基奇的大热 而外甚至都没有把勇士列入追求的名单 很多记者对于这两大权威媒体的报道也是一头雾水 但是更多人比较倾向于一种折中的看法 目前根据各种消息 其实德拉基奇早就可以签球队了 一只悬而未决就是在犹豫去哪只 熊鸣肯定不止一只争惯球队为他开出了优厚的条件 因为我们一般都会看到某一位球员在买断前就已经决定了要去拿 就像之前的汤普森 被买断后便直接宣布加盟公牛 目前我比较认为是在勇士雄鹿二选一纠结了 甚至可能说本来德拉基奇就中意勇士 成青期过了就可以准备签约 但是很意外 恰好熊鹿最重要的替补后卫受伤 熊鹿对他发起了很猛烈的攻势 让本来很清晰的局面变得明朗 这几天肯定是在权衡各方利弊 包括咨询经纪人 家人的意见 可以预料的是德拉基奇签约应该就在最近这两天了 如果德拉基奇没能来勇士 也不会很惊讶 因为基本上本赛季和勇士传流言传的凶的基本上都来不了勇士 前有巴图姆 后有米尔斯 米尔萨普 反而是不声不响可能来大祸 或者比较乐观的说法就是 德拉基奇已经选择加盟勇士 勇士选择裁军 然后和他签双向合同 但是军目前还需要代表勇士参加扣篮大赛 如果现在才 军在扣篮大赛上甚至没有武队 算自由球员 有可能打算等军扣篮大赛完再操作 此外 美尔夫最近的ins状态也有点暗示的意味 也不知道是因为上场的DNP 还是因为已经听见了一些风声 同时勇士上场突然DNP美尔和娟 没有任何预料 DNP娟可以理解 因为本赛季娟的时间被库明家基本上快吃完了 之间也有过DNP的情况 但是美尔的DNP显然没有任何预料 只有也可能是球队人员变动的一个信号 从这个角度讲 勇士或许是德拉基奇在买断市场的最大可能受益者 而就勇士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们非常需要一名后卫来充当库林的替补党组织 普尔虽然进步大但是组织能力还是差得很 普尔可以充当克莱的替补党的分后卫 而德拉基奇可以完美填补勇士组织后卫替补的角色 此外 勇士所属金州 是比较繁华 有发展空间的大都市 对于职业生涯默契的老将球员来说 最后能在这里安家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对于德拉基奇个人来说 勇士最合适 胡人雄鹿最需要 胡人篮网营追求大罗佩斯 他的身高和经验是胡人队府有大中风球队所需要的 而且他还有一定的三分投射能力 契合胡人进攻空间需要 而空位倒无序太极 真不计塔克顶 微少回归空位 甚至詹姆斯改持球都好解决 而且胡人队老将已经没有吸引力了 老将买断拼的就是争贯机会 胡人以为自己跟前几年一样 还能逐入中原玉库百英吗 季后赛边缘的球队肯定梦想拥有德拉基奇 看看热火自小钢炮来了后 战绩东部第一 1900万的到期合同 还是很香的 春冠球队可以尝试交易一下了 德拉基奇防守跟不上 进攻也不是强项 关键热火强不强 德拉基奇勇士可争取下 还有些余热 德拉基奇的投篮和组织正好是勇士需要的 勇士也可以给予稳定的出场时间 各取所需 德拉基奇最不可能去的就是胡人 去其他地方要么可以争贯 要么有战术地位 胡人只有一个无解的烂摊子 勇士挺适合的 就缺空位和内线 美服不要了 德拉基奇来勇士压力更小 替不上场可以给库明家怀斯万尾球 德拉基奇想那时 很适合马自体系 可惜马自现在重建了 没他位置了 希望他去勇士 不太建议德拉基奇重返热火 毕竟热火后卫人满为患 他过来没有多少上场时间 另外一个 底薪合同留不住他 德拉基奇的合同可以参考 罗斯的合同 他们现在的市场价值差不多 有一对虽然不少 但肯定也只愿意或只能出底薪 既然都是底薪了 那就勇士雄鹿二选一把 如果来勇士 勇士只能裁人了 那么动只能动力和安德森了 勇士的管理层存在问题 身高体重达标的中锋就大聪明一人 四人只是没有任何经验的菜鸟 且球队看似不搭 成为竞争队伍认取任多绝对弱点位置